竹鼠大概是鼠类动物中和人类最为亲近的物种之一了 看上去人畜无害 憨憨的小表情蒙翻了很多的人 很多人大量养殖竹鼠 有的人作为宠物饲养 有的人喜爱食用竹鼠 有的人看中竹鼠上好的皮毛 并且竹鼠自身良好的生长条件有利于养殖 并且所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 因此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竹鼠的保护繁殖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竹鼠靠竹子生存下去 竹子是它们的粮食 目前人类还没有在竹鼠上发现病毒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可以随便捕捉竹鼠 甚至杀戮食用 首先竹鼠是稀有动物 数量在不断的减少 生存空间不高 其次竹鼠作为野生动物 其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 并不能让我们肯定竹鼠一定是安全的 虽然现在人们并没有在竹鼠身上发现任何病毒的迹象 但是可供人类养殖或者食用的竹鼠 一定要经过专业的防疫措施 否则将存在极大的隐患 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的爆发 也让大家对吃野味有了重新的思考 竹鼠是否携带病毒 或者是否可以作为病毒的宿主 还是未知数 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大家最好不要使用竹鼠 或者谨慎饲养竹鼠 尤其是野生动物 很容易带有各种细菌 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疾病传播 切断一切可能会被感染或者传染的途径 当然 抛雀非常时期本身 竹鼠自身也携带细菌 马尔尼菲蓝状菌 竹鼠是这种细菌的自然宿主 曾经在一个地区发现 绝大部分竹鼠都携带这种细菌 对于人类来说 这种细菌是致病甚至是致命的 医学专家表明 一般人有可能会感染这种细菌 但几率很小 但是免疫力低下的人 却有很高的概率被感染 因此有很多艾滋病病人 被感染这种细菌 因此对于野生竹鼠 更不可私自逮捕食用 如果是和人类密切接触的竹鼠 一定要经过合格的防疫检查过程 有很多人会疑惑竹鼠会不会把细菌传染给人 或者人传染给人 目前根据相关信息来看 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也要做好相关防护工作 主要针对大量养殖竹鼠的人 和免疫力低下的人 竹鼠本质上还是属于野生动物的 即便越来越多的竹鼠走进人类的生活 但是对于野生动物 我们也要尊重它们的生存规律 有的人看中了竹鼠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 便不顾对错私自捕捉竹鼠饲养 殊不知这样不仅仅伤害了竹鼠 而且还是给人类带来了潜在的危害 尤其是在新型冠状肺炎爆发的非常时期 这样的隐患有可能是致命的 虽然很多人在大量养殖竹鼠 但是现在野生竹鼠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 渐渐处于濒临灭绝的数量 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我做起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去伤害它们 也抵制伤害它们的行为 这不仅是对它们的保护 更是对人类自己的守护 感谢观看